警方大喊警察 别动 许男下道然腿下跪 跟警方坦诚犯行 并称会下跪 是以为妇人魂魄来向他索命 记者陈雕文翻社分享 开白排车为生的许姓男子 基金银行与钱装进百万债务 寄于邻居过来信妇人财产 日前趁他转身不备 持铝棒打倒在地 再用水管雷币搜刮屋内财务后 开车在尸体弃至海边 还若无其事继续在客 昨天落网被依杀人 强盗等罪一送前 他功成会杀害妇人是临时起义 突然起邪念让他失去理智 死者儿子难过地表示 旭平常看到人都会打招呼 态度很客气 当他找不到母亲时还曾问过他 他还说会帮忙找 真的想不到他是凶手 前天上午10点许 新北市泰山区陈庆富人割草时发现69岁过来富人尸体下的报案 新北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气失车辆以及停靠位置 前晚80埋伏在涉案许南 开始在客道机场若无骑士跑路线 记者陈雕文翻射分享